精彩内容继续 快到餐厅门口的时候 我看到方千玲和徐小碧 正坐在靠窗的位置吃东西 什么情况 我刚想过去 方千玲的手在桌下 做了一个止步的动作 我便停在了对面的路边 过了不到一分钟 方千玲突然全身抽搐了起来 坐在对面的徐小碧 惊慌失措地站了起来 朝着四周喊着什么 当店长和几个店员过来的时候 方千玲摔倒在了地上 口吐白沫 全身抽搐不止 我心里一紧 方千玲发扬巅峰了 刚想跑过去帮忙 可转念意想 这应该是方千玲的调虎离山之计 可这招能把厨房里的员工招出来吗 万一厨房里的员工不出来 那这场戏不就白眼了吗 就在这时 一直抽搐不止的方千玲突然不动了 抱着她的徐小碧 将手指放在方千玲的鼻子前 叹了一下 只见徐小碧脸上表情一僵 然后突然嚎啕大哭了起来 难道方千玲死了 周围的人立马围了过去 把他们两个围在了中间 我差点就以为方千玲真的出事了 但是立马想到方千玲会倒数 她应该是用了什么倒数 让自己进入了一种假死的状态 如果不是事先就知道方千玲他们在演戏 我绝不会怀疑这是假的 他们演得简直和真的一毛一样 不一会儿 警车和救护车都来了 我不得不佩服方千玲的这个计划 餐厅死了人 警察一定会把所有人带回去调查 尤其是厨房的员工 等到餐厅里的员工都被警方带上警车之后 我立马绕到餐厅后面 用银行卡打开餐厅的后门 进入传菜间 通过墙上的外卖递送窗口 爬进了厨房 做这些的时候我心里紧张极了 只要餐厅里还有一个人没被带走 我都会被抓个现行 我仔细地查看了厨房一圈 并没有发现厨房有什么奇怪食材 也没有看到打包特殊外卖的纸箱子 难道特殊外卖不是在这制作的 又或者是他们用极短的时间把那些东西藏了起来 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十几分钟后 我还是没有任何的收获 如果再继续找下去 很有可能会被从公安局回来的员工抓个阵着 就在我准备原路爬出去的时候 忽然间发现天花板上有一个圆形的水印 像是不久前被一只沾了水的手点了一下 我立马找了根扫把顶了一下那个水印 一个圆形区域凹陷了下去 咔嚓一身清脆的身影 一个货架后面的墙壁打开了一扇门 一阵白烟从里面冒了出来 果然和我猜测的一样 在这厨房里还真有一个密室 从密室里面冒出来的白烟很快就到了我的脚下 很凉是冷气 密室似乎是一个洞库 厨房的灯光照射在门口部位 地面上厚厚的一层冰 犹豫了一下我走了进去 在密室内壁上一摸打开了里面的灯 白赤灯瞬间将里面照亮 那是一个不大的长条形房间 两边货架上放满了东西 一边是一桶桶的浑浊油状液体 另一边是各种箱子 我打开门口的第一个箱子 里面居然是一包包的雪浆 最面上的一包用了一半 那暗红色无比的刺目 接着我又打开了下面的一个箱子 一股香味扑鼻而来 里面是一些暗黄色的粉末 我抓了一把粉末用餐巾纸包起来放在口袋里 正准备继续查看其他的箱子 外面传来开卷鳞门的声音 吓得我腿都软了 不好他们回来了 早不回晚不回 偏偏在我刚有发现的时候回来 原本就心跳很快 这会儿更是差点从嗓子眼跳出来 脑子里立马告诉自己 绝对不能被堵在厨房里 那样就有口难辨了 我立马将刚刚打开的两个箱子盒上 关了灯退出密室 复原好所有的东西后 我赶紧从贩卖窗口爬了出去 这时 脚步伸已经到了传菜街门口 这个时候出去一定会被抓个正着 怎么办 怎么办 被抓到了他们会怎么对我 往死里打 还是直接杀了 想着我浑身冒汗 衣服都打湿了 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 正好看到传菜间休息位上 有一份报纸 我干脆一屁股坐在凳子上 拿起旁边的报纸 装模作样地看了起来 我刚摆好姿势 传菜间的门就打开了 我桌子下的两条腿在不停地发抖 额头上的汗水越涌越多 顺着下巴滴在了报纸上 水印在报纸上逐渐扩大 我整个脸发烫 胸腔里像是挤弯头草泥马在奔腾 我完全不敢抬头去看进来的是谁 你怎么在这里 这身影是老板 没想到回来的人会是他 我抬起头说道 那个 我送完外卖刚回来 他们都不在 我只好在这里等了 说话的时候 我尽力克制自己的紧张 让身影不至于颤抖 老板盯着我看了几秒钟 才说道 今天没有外卖要送了 你可以下班回去了 我呕了一身 便大不留心地朝前走去 在经过老板身旁的一瞬间 老板突然抓住我的手 握得我手腕身疼 我立马停住脚步 该不会是被发现了吧 额头上的汗再次往脸上狂涌 老板松开手 侧着头看着我说 把今天收到的钱和外卖记录留下吧 待会儿好给他们对账 我长舒了一口气 赶紧将腰带 解下来递给老板 然后头也不回地 从后门出来了 刚才被老板抓住的瞬间 我感觉心跳都停止了 已经走出餐厅五六分钟了 我这才感觉到 心脏又开始跳动了 我掏出手机 给方清凌打了个电话 多亏了他们两个 把戏演得那么好 我才能有机会进厨房 实在是太惊险刺激了 电话很快就拨通了 方清凌他们已经从医院出来了 正在医院搭车 我们约好去我家会合 没想到方清凌装死 还能这么快从医院脱身 这女人真不简单 等我到小区的时候 方清凌他们已经在单元楼下等我了 一进房间 方清凌就问 怎么样 查到什么了 我说到 我拿了一种原料出来 你看下是什么东西 说着我就去掏口袋 可口袋里却什么都没有 我明明记得 我把包着粉末的餐巾纸 放进口袋里了 怎么会不见了呢 我裤子的口袋很深 口袋也没有动 纸包不可能自己掉出来 从厨房出来 我只与老板接触过 我立马想到 老板抓我手腕的时候 他的手在我裤子上滑过 那个位置正好是我放原料的口袋 是老板 一定是老板在那个时候 把我口袋里的纸包拿走的 他是怎么知道 我拿了原料出来 如果知道了 又为什么不揭穿我 我突然意识到 一直以来 我都忽略了 老板这个重要的人 他是老板 餐厅在卖些什么东西 他一定知道 或者说 是他在主导卖什么 这么多夜间外卖员的死 肯定与他脱不了关系 而胡伟东没有身份信息 他依然留他做事 这说明老板认识胡伟东 也许两个人之间 有着什么关系 老板很有可能 就是幕后的黑手 他在卖些什么 为什么要杀那些外卖员 这里面 究竟隐藏着什么阴谋 我感觉 我依稀接触到了 这个阴谋的边了 我们先看到 我们现在这位阴谋ique 第二个阴谋的 还在这位阴谋 可以识换 我一体能